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两岸的这种产业的融合是一个大趋势 也是我们这次论坛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那我自己觉得两岸产业的融合的话 我们如果说采用数字化技术肯定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 它的效率可以更高 长度的价值可以更低 那这方面我希望说我们现在疫情区域和华 大概几个月以后我觉得两岸的能源往来 就会有什么疫情上的这种障碍 希望说这两岸金融界还有科技创新的企业 还有我们科研机构大学院生这些能够加钱交流和做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共同的标准 就我们这个标准化规划方面 两岸能够这个组织的统一 我觉得这是两岸如何发展都非常重要的方面 另外一个的话 这个两岸的科技企业 科研机构更有阐塑 特别台湾方面的话 他们在芯片制造 这个数字化技术方面 他们有些还是技术特别明显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们可以先互借鉴 这个共同来发展 还有一个就是数字化的金融 那我想着我们一个数字化的手段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雾面金融的体系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企业 能够得到成本更低的公司 而且能够让整个我们的物流 信息流资金流 能够运行的更加顺畅